糯米粉这样做,总让人无法抗拒 软软糯糯,还拉丝 嚼起来真是太香了 赶快一起来做吧 160克南瓜蒸熟后倒入破壁机里 加入260克牛奶 选择裹枝线,打成南瓜汁 将打好的南瓜汁倒入碗中 加入240克糯米粉 40克小麦淀粉 没有可以换成玉米淀粉 20克白糖,搅拌均匀 成酸奶样的面糊 然后倒入到模具中 凉水上锅蒸 水烧开后计时蒸30分钟 时间到取出面糊 底上下的颜色一致,就是熟透了 然后加入10克黄油 利用南瓜糊的热度将黄油融化 再拌匀 静置一会儿 等糯米糊晾至温热后 倒在防粘的揉面垫上 撕去油脂 再加入50克蜜红豆 然后揉成光滑均匀的面团 搓成茶条 表面在轨上熟的黄豆粉 最后再分割成小块 在盘中撒一点黄豆粉 这样可以防粘 装盘 开吃 这样咱们的南瓜红豆糯米糕就做好了 软软糯糯的海拉丝 香甜梦美 嚼在嘴里真是太香了 冬天记得多吃南瓜 做成南瓜糯米糕 真是百吃不厌 喜欢的朋友就赶快做起来吧 美食天天更新 咱们明天见 拜拜